這個很重要 這是另外一個 很多客人是沒有準備到的 你要準備大概12張支票 12張支票 為什麼要有12張支票呢 我不是已經交了deposit給發展商 為什麼我還要交12張支票 這個是for occupancy fee occupancy fee 這個我就要講一講 我們其實在賣個樓花給你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解釋過 occupancy的時候 你收了樓 發展商給你進去住了 你不是不需要交錢的 你是需要去交錢 很多人都會聽過 我收了樓了 但我要交租給發展商 很多人有沒有聽過這個term 其實這個不是交租 是你要交錢 但這個並不是租金 其實occupancy fee 是包括了什麼的費用呢 包括了三個費用 第一個是管理費 因為其實你已經搬進去住了 又或者你已經租了出去 那你就要負責你的單位的管理費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estimate property tax 地稅 地稅方面其實它不是一個正式的地稅 只不過是發展商大概估計 你的房子地稅是多少 譬如它會預先收了你一棟 是三千元一年的地稅 但是可能其實地稅 只不過最後是兩千五百元 那final closing之後 它會退回錢給你的 OK 第一是管理費 第二是地稅 借錢的利息 因為發展商其實起樓 都是問銀行借錢的 對不對 所以當你租樓 你的單位已經ready了 那發展商就覺得你是屋主 你是有權去負責你自己的單位 裡面這個貸款的利息 在贔責要收到數字 就先從後來 你買負責 還有其他人 不會那麼多 來的 一輩